有一個確診的個案 算是我們第八例 這是第五例的先生 這算是一個本土病例 但它屬於家庭群聚感染 武漢肺炎來勢洆 疾管署緊急召開記者會 增加第八例確診病例 更成為國內首例的本土病例 這名個案是之前案5 這一名先前確診病例的 唯一的一位密切接觸者 那這名個案並沒有出國 那他在發病前也沒有報告 有接觸過其他有呼吸道感染症狀的人 應該很明確 他就是在家庫內感染 第五例確診病例 和1月11號發燒回台灣就醫的 首例女胎商搭乘同一班飛機 是一名年月50多歲 駐中部的女性 1月20號從武漢返台 1月25號出現發燒症狀就醫 如今女子老公 也在1月26號出現咳嗽就醫 屬於輕微症狀 以收治負壓病房進行隔離觀察 29號開始將擴大 所有居家隔離的電子監控 我們目前大概有2000多人 那今天晚上 我們正在測試這樣的一個系統 如果測試完成 那明天我們金嫂 就能夠上線 我們大概是居家隔離 我們是跟確定病例的接觸者 那另外一個是健康關懷 是沒有症狀 卻有福北省旅遊死者 透過衛星定位的手機與警證署 做好相關連線 嚴密監控 如果被發現確診病例 違反規定四處爬爬道 將進行強制隔離 光11天之內 疾管署召開兩次記者會 宣布增加三期確診病例 如今國內首例的本土案例出現 也讓疫情再拉警報 參選郭雲松 瑞瑞瑞瑞小組 台北報導